欢迎回到TNews 连播网 农业导入科技让种植是事半功倍 来看到这次陶芸市推动智慧农业和仙草农来合作 导入微型气象站 收集有每一天的风速啦 雨量及土壤湿度等数据 除了能够更加的精准种植 同时也提升仙草品质 仙草从栽种到收成 需要180天的时间 将每天土壤湿度 风速温度全部都记录下来 有了数据加持 未来种植就可以更精准 台湾市近年积极推广智慧农业 与多个农家合作 导入微型气象站 精准记录每天的天气数据 让农作不再靠感觉 所以这个今年累业以后 这些数据就可以作为 未来我们的一个参考值 以后呢我们就是说 不管谁来种植这些农业的时候 他都可以按照这个数据去作业 最适合仙草生长的温度为20度以下 在近年天气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 农民们只要透过手机 就能够清楚知道田地的及时状况 减少时间浪费 事半功倍 未来我们在其他的活动啊 我们在种植我们的草花 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希望把智慧型的这些 气象站也好啦 或者是我们的GPS也好 我们都希望可以把它放到其他的活动里面去呢 我们可以希望就是展现我们的一个智慧农业 桃圆西海花菜街仙草街都导入智慧科技 未来也将不断推行 持续打造智慧修区 同时仙草街还使用可分解的环保农膜 减少空气污染 让环境永续 搭讯